大家好,我是ZonePian600度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苹果最便宜的一款设备电池的更换 苹果定位器,电池更换 在更换之前呢,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准备了很多工具,因为我没有拆过 我准备了一把镊子,一把敲刀,热风箱电烙铁,吹风机 但是等我上了官网,看到它们叫沉之后 我觉得我闭着眼睛可以 我现在眼睛已经闭上了,我没有睁开眼睛 我来试一下,这边后面,转一下 是不是开了,大家没看到,我睁开眼睛了 已经开了,电池换个新的上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不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位器是怎么使用的 定位器装有一粒锂电池,大概用两到三粒 装电池之后,它有声音的发出 然后呢,我们重置它的话 比如说跟别的手机连接好之后 我们重置的话,需要反复的将电池按上,拆下,按上,拆下 大概有四次左右,它的声音越来越小 突然没有声音的话,就说明是重置成功了 按着不动就会弹窗出来 就会有连接 连接好之后呢,如果比如说挂在你的宠物 或者是钥匙扣上面 当你东西不见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查找 使它发出声音 这样也可以了,可以看到弹窗已经出来了 当我们东西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查找这个功能 使它发出声音 类似于我们AirPods里面的耳机啊 你可以查找,发出它的声音 原理差不多 当然它这个定位器的强大之处呢,是可以获取苹果设备的位置 来确定它的位置 比如说陌生人的手机 苹果手机也可以 苹果设备也可以 不一定是你自己的 当然它这个数据传出是加密的 不会窃取你手机的相关资料 相关数据 就是苹果官方自己这样解释的 接下来呢,我们用撬刀把它给撬开啊 我们研究一下它每次寻找东西的时候 发出区区的叫声 是什么东西发出来了 是个喇叭还是什么东西 我们用这个很薄的桥刀 把它给插进去 然后这样一撬 它就撬出来了 里面是一个卡扣 我们这样慢慢的插进去 千万不要把它给狗破坏了 这样慢慢的这样做一下 我们的显微镜下面看一下吧 好,我们用撬刀这样撬着啊 然后呢 准备另一把桥刀插进去 这样用力一撬 把这个卡扣就卡出来了 好,已经打开了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没有震膜 有一块磁铁 然后这个线圈固定在外壳上面 它应该是通过一种高频啊 一种高的频率来震荡 使这个外壳发出声音 这个线圈如果把它给去掉的话 它就不会发出声音了 或者把磁铁给去掉 它也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它周围的话并没有打胶 而且外壳上面没有密封胶垫 这个电容器的话不会防水 如果你掉进水里的话 可能会把里面的主板给腐蚀坏 所以的话有朋友用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放进洗衣机里面 或者是掉进水里 如果一不小心掉进水里的话 第一时间把电池给拆了 然后把里面的水分给控干 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我看着这个东西 如果有人用在钥匙扣上面的话 我想把门禁卡的线圈能植入到里面去 能开门禁的话 单元门的门禁 这样用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有没有给一些粉丝朋友带来一些启发 这个就是苹果电位器的电池 更换的一个教程 官方有更换教程 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你的电位器电池不行的话 可以自己买一块这样的2032CR2032的锂电池 更换一下就可以了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